这个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大智慧 也就是要辩真的对待 如果这知道对方不知道自己 如果这知道自己不知道对方 那么你这个人际交往不会成功 或者说不会起得很好的成功 如果两个辩真处理了 那你就是非常好了 我们古代的经典老子是一个智慧之诗 智慧之书 我们还有一本叫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 春秋时期孙武所著 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兵书 一直被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商人学者奉为至宝 该书自问世以来 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被人们尊奉为兵经 生子兵法当中和老子的智慧是沟通的 他讲了一句话大家都说些 叫知己知彼 百战不待 打仗也就是人际关系 知道自己 知道对方 百战不待 就是百战不危险 不危险就是战战胜利 百战百胜 那么如果我们反过来讲把它割断起来 这知道自己不了解对方 或者这知道对方不了解自己 那么这个后果就叫一胜一负 什么叫一胜一负 各战百分之五十 那就打起来 我赢 你说 你赢 我说各战百分之五十 那么说到底 如果是既不知道自己 又不知道对方两面打仗 那么你说怎么样 叫每战必带 什么叫每战 打一次败一次 哎呀 你看看 那个层次太好了 知己知彼 百战百姓 知己不知彼 知彼不知彼 百分之五十 不知己不知彼 每战比百 人际关系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这来说说 萧和 萧和是大工程 萧和多厉害 萧和是刘邦的一个助手 被刘邦看作主右手 多重要 这个萧和这个人 对人际关系 认识人 那是太深刻了 在刘邦还没有发觉的时候 在平民的时候 做庭长的时候 他就观察到了 这个人将来不得了 所以他处处保护他 处处帮他忙 后来出了好多的功劳 刘邦把他封为相国 那么萧和本来是什么呢 是一个呸县的公朝院 管法律文书的 他管法律文书 当然对这个人际关系 琢磨得透了 你看他和韩兴的关系 处理的也很有意思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叫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 深刻在哪里呢 深刻在 就是他能够看到 人际关系在不断地变化 要在变化当中 去把握人际关系 成也萧和 那个时候他跟萧和是朋友 要用得着他 败也萧和 你看看 你以后要下韩兴的时候 谁冲的主意 萧和冲的主意 我追你是 把你追回的是我 丰利大将军我出了一年 但是最后杀了你是我的主意 你看 所以我们经常有句话 叫没有永远的 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 所以人际关系 在不断地变化当中 那么我们要学会 在变化当中 去把握 认识 处理 人际关系 这是萧和的厉害 所以萧和 他对这个人际关系 琢磨得透了 他是把一种 学问的研究来处理的 尽管这样 还有一道 很多的麻烦 你看看 他跟刘邦的关系这么好 还有一道麻烦 出身草莽的刘邦 生性多疑 因此 对位居大将军的韩信 一直心存顾忌 楚汉战争一结束 刘邦便剥夺了 韩信的兵权 将韩信 变为怀音后 公元前197年 刘邦宠臣 陈希起兵反叹 刘邦亲率大军 征讨陈希 此时 韩信称病在家 不听从刘邦照令 暗地里 与陈希联系 准备带家兵 袭击留守都城的 吕后和太子 韩信谋反的情况 被吕后及时发授 虽与萧和设计 将韩信抓了起 并斩杀于 常乐宫中士 尽管在除掉 韩信的过程中 萧和功不可没 但是刘邦的心中 却有了别的想法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萧和又该如何应对呢 刘邦在外面打仗 平定了 承熙的叛乱以后 听到韩信一间人被杀了 心里蛮高兴 但是他也有点感情的 他接下来一个什么运动呢 萧和留在后方 他把拜萧和为相国 而且加封给他五千户 而且怎么样 给他一个特别的卫队 我给你一个卫队 这个卫队有五百个兵 而且还有一个都尉 指挥他们 这不得了了 你看看 又封你相国 又给你加了五千户 而且又给你五百个人的位队 还有一个人帮你统领的 哎呀 大家都来贺喜啊 有一个人出来说话 这个人叫赵平 他出来说话了 一阵见性 他就说 萧和啊 萧和 你的户害开始了 萧和说怎么户害开始了 他说你怎么不想想啊 皇帝在外面吃心吃苦的打仗 你留守在关中一点危险都没有 你想想他为什么跟你加封 为什么 这是因为韩信在京城谋反 萧这个刘邦开始怀疑你了 麻烦了 他已经怀疑你了 那么他就问那我怎么办 他说有办法 他说你啊 坚决地把这些东西都推出到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做些 而且还要怎么把自己家里的家产啊 捐绣出来 捐绣给京队做京队的费用 这样 刘邦做皇山就高兴了 这样就不会怀疑你了 萧和一听啊 你看看 发现自己的忙气 人家不知见他也不知道 他马上就自自自明 对 你说得对 我照你的办 照他办一样 照他办了以后 怎么样 他和刘邦的关系慢慢就晚会了 否则很危险 所以萧和他很懂得在变化当中把握人际关系 所以 同志们可以想想看 人际交往当中要了解别人 不容易 但是要了解自己更不容易 而老子叫我们把两者辩真地统一起来 既了解别人 又了解自己 这就是你的聪明 这就是你的名字 这就会使你成功 这是一种理念 尽管人们把他常常挂在嘴边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去掌握 他有很多技巧 运用得当 会使你轻轻松松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那么 这究竟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会被智者看作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法宝呢 走进老死 感受他的处世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